看娱乐八卦,看港圈风云,介密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这里是港圈日报 今年9月,TVB女星陈伟与男友举行了婚礼 有人为了这一天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陈伟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其实早在3月,陈伟和男友陈国强就已经宣布登记结婚 原定4月办婚礼,不料父亲突然离世 因此婚期也一直拖延到9月 仪式也转而低调一切从前 不过婚礼依旧选在了五星吉他酒店 恋请了50多位亲友 还在婚礼现场接受了媒体采访 当天,他身穿设计师好友特别的婚纱 其中一套有数千颗水晶 搭配珍珠项链,耳环登队,花费高达7位数 可见婚礼也是相当奢侈了 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 48岁的他,嫁给了小子及5岁的医生 不仅要当后妈,还要自掏腰包买婚房 陈伟曾经被称为小梅艳芳 而两人的侧脸几乎一模一样 亚解冠军出身的他,年轻时未能大红大紫 反而离婚后成为了TVB的女强人专业户 但他的每段感情都不顺利 到了快50岁才找到真爱 他从小身上就透露着一股英气 气质既端庄又大方 照顾同学朋友也成为了习惯 再加上名字很男性化 他便有了伟哥的外号 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他出道以后 1996年,23岁的陈伟参加了选美比赛 刚好他参加的那届并没有太多有力对手 气质出众的他毫无悬念地拿下了亚解冠军 随后便成为亚氏力捧的当家花旦 签约第二年 他便成为古装剧《雪花神剑》的女主角 这部剧的另一位女主是杨公如 两人同是亚解出身 仅仅相差一届 有些同台比美的意思 当时陈伟和杨公如同框 丝毫不舒阵 比起杨公如的柔美 她显得更加大气一些 但她的恋情也不少 而且大都不容易 陈伟的第一段恋情是被曝光的 曝光者是当年亚解的嘉宾之一 香港性感女神 彭丹 她不仅身材活辣 而且心知口快 在一次采访中 她提到了和陈伟在亚解选美的时候相识 那时候她的男朋友是一位摄影师 同样也姓彭 而且和自己也非常聊得来 当时的陈伟正当红 这则爆料很快就成为新闻头条 随后这位姓彭摄影师也被拔 她在业内并没有太多名气 据说两人相恋后 陈伟的家人对这个男友并不满意 陈伟为了和男友在一起 甚至和父母闹翻 从家里搬出来和男友同居 那时两人都没什么名气 陈伟靠着模特收入还能够多赚一些 经常是她掏钱来贴补男友 尤其是她在夺冠后身价暴涨 两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很快便分手了 签约亚氏之后 陈伟和亚氏的总监高鲜明恋爱五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男友的关系 他在亚氏几年资源一直很好 只可惜亚氏那几年的作品屡屡翻车 没能带给他太多的热度 即便如此 陈伟也一度被称为亚氏一姐 两人曾经特意找大师算了生存八字 准备结婚 然而就在这一时 高鲜明被传出轨了于安安 但也有传闻说 高鲜明常年在外地工作 两人聚少离多感情变淡 总之陈伟五年的感情再次覆灭 而两人分手后不久 陈伟便被拍到新的恋情 当时他正在内地拍戏 他和一名男子牵手同游戏湖 据称 这位男子是一名富商姓徐 不仅投资了房地产 还有矿产方面的投资 身家非常殷实 陈伟和富商非常亲密 貌似已经完全走出了情商 但这位富商并非他的真命天子 两人很快就分手了 这时陈伟和亚氏的十年合约即将期满 他面临着适流适走的选择 就在左右为难之际 王精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2005年 王精亲自指导亚氏的台庆大戏 《美丽传说2》《星院》 也是在这部剧中 陈伟第一次饰演了梅艳芳 她被称为最像梅艳芳的女星 侧面看几乎一模一样 再加上造型加持 可以达到以假论真的效果 这部剧让陈伟知名度大增 但也是一把双刃剑 那时候梅艳芳刚刚去世两年 很多歌迷不能忍受偶像被消费 再加上这部戏剧播出效果一般 陈伟并没有因为这个角色 获得太多加成 但他却得到了导演王精的赏识 并力邀他签约在自己的旗下 但签约王精也意味着要当托星 在王精多次游说之下 陈伟最终决定离开亚市 签约在了王精旗下 他签约后不久便出演了电影 《提防老千》 其中有裸背戏份 还有和王精的激情戏 这算得上是陈伟在荧幕上最大的尺度 之后香港影视剧出现下腿迹象 王精也开始进居内地 陈伟也经常出现在内地的影视剧中 他还参演了赵宝刚指导的电视剧 《眉眼芳飞》 二次出演了《眉眼芳》 只可惜这部精挑细选的电视剧 未能达到预期热度 陈伟未能在内地打响知名度 事业上屡屡受挫的他 还好遇到了爱情 他患有腰伤 公司的同事引见他去看望台湾的一生 最后他便认识了同在台湾的朋友 严智行 对方是富三代 家境非常严实 还经营着上市公司 吃过几顿饭后 之后两人便在一起了 严智行对陈伟非常体贴 出手也很大方 最关键的是两人在一起 没多久他便求婚了 当时严智行拿出一颗2.5克拉的裸钻 他说这是他爷爷留给他的后路 让他创业遇到困难时候卖掉 当时的严智行也在创业 但遇到陈伟之后 他便决定把钻石送给他 这样的求婚让陈伟感动不已 立马答应了 不久后 严智行再一次求婚 原因是他非常重视仪式感 这次特意将陈伟的家人朋友都聚到一起 再次拿出那颗钻石 只不过已经相成了戒指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 第二次求婚陈伟 有这样的一位老公 陈伟果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在2008年宣布结婚隐退 从香港搬到了台湾 从此过上了洗手做羹汤的生活 每天给丈夫在家做饭 除此之外无事可做 这便是他梦想中的幸福生活 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像陈伟理想中那样 四年后他宣布复出 那时候外界纷纷猜测 他的婚姻出现问题 当时他并没有承认 只是说自己怀念拍戏的生活 复出之后的陈伟签约无限 重新开始拍戏 他的运气不错 先后遇到法网狙击 和金之玉孽两部大暴剧 让他很快重拾当年的人气 而且当时刚刚40岁的陈伟 气质越来越干练 他成为了TVB女强人专业户 经常到时装剧 年代剧中饰演精英女性 与此同时 陈伟的丈夫却屡屡被爆出轨 还拍到和美女一起出差 陈伟每次都出面圆场 说对方只是同事 自己也认识 直到2017年 陈伟终于承认自己离婚 而且已经离婚5年 原来早在2012年 严智行便向他提出离婚 但他一心想挽回婚姻 才不愿意承认 陈伟还爆出 因离婚一度求助精神科 可见这段失败的婚姻 对于陈伟也是打击很大的 陈伟后来终于看清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婚姻 他就好像严智行的保姆 每天只能为他做饭 而严智行甚至不愿意碰他 两人婚后也没有孩子 陈伟回想起自己 为婚姻放弃了事业 放弃了在香港的家人 朋友 后来这样一段感情实在不止 所以他才选择勇敢面对 但他对爱情依旧抱有期待 就连比自己小的男生也不介意 离开不幸婚姻的他 整个人明朗起来 在事业上也凭借 萧雄拿到TVB最佳女主角提名 周边的朋友纷纷帮他介绍对象 还有一次特意让他去台湾相亲 后来在好友黄志贤的介绍下 他认识了医生陈国强 对方也有一次失败的婚姻 还有两个孩子 但孩子跟随母亲生活 他需要支付抚养费 陈国强的身家同样非常饮食 他还有着医学郭锦安的称号 长相也很帅气 算得上是非常理想的结婚对象 但在陈伟和陈国强最初恋爱的时候 两人常常被娱乐报纸乱写 像是说陈伟插足对方家庭 后来又传出陈国强出轨女护士 不管外界怎么评论 陈国强和陈伟始终互相信任 去年在陈伟生日的时候 陈国强还送出三克拉的钻戒 手捧红玫瑰正式求婚 但陈伟这次没有打算做夫妻 他没有放弃事业 而且自掏腰包买下千万豪宅做婚房 陈国强则赠送对方价值千万的股份 两人的婚姻旗鼓相当 陈伟当初离婚的时候 也放弃了前夫赠送的豪宅 经过多次失败的恋爱后 他也终于成为了独立女性的代表 如今TVB的花旦纷纷离巢 出现了轻狂不接的局面 包养得宜的陈伟成为了顶梁柱 只有找到自己的女人 才能收获爱情和事业 不管这段婚姻是不是陈伟最好的归宿 她都已经不是那个依赖丈夫的小女人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剧文趋势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